內政委員會有在調蘇維身份證的一個部分 那蘇維身份證的部分 我知道這個本席一直有在追這一塊 那請教我們的部長跟院長 當時當然知道大家知道說調資料的時候 有發現整份全黑的部分 那我相信說 這整份全黑的部分 當然我們需要說未來的資料 還是可以更加的公開透明 可是就是 就是過去我們賴清德 當行政院長的一個政策 那未來這個政策 我們應該要怎麼去做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政策 當時賴清德當院長的時候 通過了34億的一整個標案 那也劃人民13億 那當時因為行政院版3736的函 它裡面的內容是說 因為有大陸資安的一個問題 所以是不是請教今天院長跟部長 到底大陸資安問題未來能不能解決 第二個相關的配套的法令 是不是應該要來修 比如說我們講的戶籍法 或者是個人資訊安全法 這些等等的是不是應該要來修正 那這樣不然的話 本席其實在內政委員會 為一頭霧水 如果這樣子不去做的話 每年還要付高達6000多萬的維護費 那這樣子的話 每年都是浪費人民的納稅錢 所以今天是不是拜託 不要有點時間 拜託院長跟這個部長 應該有做一些討論跟研究 蘇貝身份證當時推動 確實是有一些社會上的共識 以及資安問題 那我們覺得資安的技術會日新月異 更加的安全 將來我們需要在這個地方 有更好的保障之外 我們就持續的進行 那內政部也一直在研究 如何就後續的工作再做進行 今天真不錯 麻煩部長 謝謝委員 我想委員您大概數字上 我稍微跟你更正一下 不是14億是10.85億 因為當時也牽涉到 沒有執行的話 那大概就是預算 就不會執行下去 然後我想大家都知道 當時是在我們立法院裡面 或是行政院有個共識 會覺得說資安問題嚴重 嚴重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很多個人的身份證 裡面的資料的話 可能會外洩 那我們在委託外面的處理的時候 也查查到說 外面有一些法律諮詢顧問公司 他可能也身兼在中國大陸 有這些律師資格 那時候我們就非常嚴格要求說 要先查出來 這樣有沒有問題 那後來在執行的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法令不足 尤其是資安法令 譬如說個人資料保護法 還沒有出來 那現在我們的我們的檢討之後 現在行政院已經有個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 那再來就是相關資料的問題的話 包括數位部 他成立之後 那跟數位相關的這些資安的問題呢 那希望數位部可以協助 把相關的這個資安的法令健全之後 我們再來考慮要不要繼續推動 那再來就是所謂的調閱委員會 我想委員非常知道 調閱委員會經過兩次 那個內政委員會來商量之後 已經延到7月16 那媒體上面都會說 內政部遮影資料完全沒有 應該是說我們在委託中央印製廠跟廠商 他們的技術服務資料 那由中央印製廠本於他們的權責來決定說 這個是不是屬於個人資料保護法 政府資訊公開法 或者是商業法規裡面所說的商業法律 由他們來做遮蔽 那經過委員在垂詢說 你怎麼可能全本都是這樣子黑黑的 因為我有跟其他的委員報告過 你從那個所揭示出來影片裡面 看得出來那個不是公文 那在6月7號的時候 中央印製廠已經把部分的資料 再送到委員會裡面去 最大的國安問題 沒錯沒錯 當然資安一定要保護得非常清楚 可是每年花6000多萬 而且這些設備很快就要到齊了 而且科技第一個最重要的點 就是要快速 而且要安全 所以還是院長跟部長 這個問題我會常常跟你們請議 因為每年要花6000多萬 而且這些設備我相信很快就要到齊了 所以會相對的會 希望還是要拜託